哪个岛最热 套中岛 嗨,我是小艺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中岛 更新哦 嗨,大家好 喂,小艺 你今天心情很好哦 因为我买了一双 新运动鞋 你的脚变大了 鞋子穿不下了吗 不是啦 我的旧运动鞋被我穿坏了 因为我每次都太用力跑步打球 鞋子被磨破了一个洞 穿的时候还会露出里面的袜子 哦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 鞋子破掉的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国王 他有十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儿 十个公主 总是在一起玩耍 一起吃饭 而且都睡在一个寝宫里 十个床铺并排放着 晚上他们要睡觉的时候 国王都会亲自把门拴上 但是每次到了隔天 奇怪 为什么我每次帮公主们换的新鞋子 到了隔天一早 就一定会破掉呢 昨天晚上明明还好好的 你们晚上做了什么 没有啊 父王 我们都在睡觉呢 对不对啊 姐妹们 对啊 我们都在睡觉 是真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原因 于是国王让大臣颁布一道命令 国王说 要是谁能够发现公主们的鞋 是怎么样破的 就可以从十位公主中 任选一位做妻子 而且可以在国王退休后继承王位 但是来报名之后 必须要在三天三夜之内 告诉国王原因 要是说不出原因 就得处死 不久之后来了一位王子 他自愿冒险去寻找原因 于是国王很热烈地招待他 当天晚上 王子便被安排住在与寝宫相连的房间里 国王对王子说 你住在这个房间 可以随时注意到公主们的动静 而且为了让你方便调查 你可以在夜里走遍整个皇宫都不会被守卫阻止 谢谢国王 我一定会查出公主们鞋子破掉的原因的 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了 但是这位王子却在夜里睡着了 当他隔天早晨醒来的时候 公主们的鞋后跟都破了 三天三夜过去 王子仍然没有找到原因 因此就被处死了 后来又有许多人来挑战 但是他们也都一样徒劳无功 最后牺牲了性命 有一天 有一位名叫索骏的年轻人 他因为在战场上受了伤 而无法再当军人 于是打算去王城找工作讨生活 他走在王国王宫殿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老婆婆 老婆婆问他说 你要去哪里啊 我已经不能当军人了 所以打算去王城找工作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工作 或许会去寻找公主们弄破鞋子的原因 反正我现在受了伤 也没有人愿意雇佣我 这位老婆婆其实是仙人 她告诉索骏说 哎呀 你别那么气馁 公主那件事很容易 你只要晚上不要喝公主们端给你的酒 并结装着熟睡的样子就行了 然后我给你一件神奇的外套 你披着就可以隐身了 好 谢谢老婆婆 索骏鼓起勇气走进王宫 到了国王面前 说他要调查出公主鞋子的原因 国王非常诚恳地招待他 还让他换上了华美的衣服 也被安排住在与公主请宫相连的房间里 晚上 大家准备睡觉的时候 大公主端了一杯葡萄酒来给索骏 索骏大人 您辛苦了 这是我们王家最高级的葡萄酒 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哇 真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啊 谢谢公主 那我就不客气了 索骏转身将酒一饮而尽 只是 公主并不知道 索骏已经事先把一块海绵垫在胸口 让葡萄酒流到里面 所以啊 索骏一滴都没有喝进肚子里哦 这酒真是不错 口感饱满柔滑 酒体厚实 香气四溢 真的很棒 但我好像喝得太快 有点醉了 我先休息一下 公主晚安 晚安 索骏躺上床 不一会儿 他装作熟睡的样子 开始打起呼来了 十位公主听见了都大笑起来 并且立刻打开箱子 拿出最华美的衣服 每位公主都在穿衣镜前 一边打扮一边跳跃 好像急切地想要跳舞的样子 最小的公主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总觉得怪怪的 我很担心可能会被发现 哎呀 你真是的 老是害怕 你难道不知道那些王子勇者 还是什么什么的想调查我们 结果都是掉脑袋吗 那 你们看 那个伤兵已经喝了 穿进安眠药的酒 还喝了一大杯 不到天亮 他是不会醒的 公主们都打扮好 又跑到隔壁房间 看看索骏的状况 只见索骏眼睛闭着 呼声大作 睡得很熟的样子 公主们认为 现在完全没问题了 大公主走到大床边一敲 床立刻沉到地下 他们一个一个从洞里走下去 大公主在前面 其次是二公主 三公主 小公主则是走在最后面 索骏趁机会 立刻披上她的隐身外套 跟在小公主的后面 一起走下地洞 下去的途中 索骏一不小心 踏到小公主的裙摆 小公主马上吓一跳说 什么人踏我的衣服 没事 一定是被石头勾到的 哦 原来是这样 他们走到最底层的洞口 出去后 是有一条两排树的大路 树上的叶子 都是闪闪发光的银片 索骏心想 这叶子太特别了 刚好可以成为 我到此一游的证据 于是 她随手折下一根树枝 折树枝的时候 树上发出格格的声响 最小的公主 又被吓了一跳说 这不对劲 你们有听见声响吗 哎呀 那是礼炮 因为王子们在等待 要迎接我们呢 哦 原来是这样 之后 他们又走到了一条路上 从这里开始 两边树上的树叶 都是金黄色的 走到第三条路上时 这边的树叶都是钻石 索骏从两种树上 各折下一根树枝 每次都格格的响 最小的公主 被吓得缩成一团说 这真的不对劲 那些声响 真的太奇怪了 你要我说几次 那是礼炮 是王子们正在等待 要迎接我们的表示 如果你那么害怕 那你就别去啊 自己回去请宫吧 不不不不 我也要去 一群人继续向前走 走到了一个大湖旁 在湖上有十条小船 每条小船上 都坐着一位英俊的王子 并且各自请一位公主上船 索骏也赶紧乘上 小公主的船 负负划船的王子说 今天的船感觉比以前重 如果我们要前进 我不得不用全力划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那么没礼貌啊 你是在说我变胖了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赶快出发吧 好 他们划了一阵子 出现了一座美丽光亮的宫殿 在里面传出了阵阵悦耳的乐声 他们靠岸走进宫里 每个王子都带着他的爱人跳舞 索骏隐身躲在一旁 每次一有公主拿到一杯酒 酒量很好的索骏就凑上去把酒喝完 所以每当公主拿到嘴边准备喝的时候 酒杯里早就已经空了 小公主对于这件事情害怕起来 这真的是太不对劲了 姐姐 你才不对劲 从头到尾都在神经兮兮大惊小怪 他们在那里一直跳舞 跳到凌晨两点 因为他们的鞋子都跳破了 只好停止并约定明天晚上再来 王子们把他们送回来 这次索骏跟在大公主的身边 当他们走到地洞入口时 索骏抢先一步上来 然后赶紧躺回他的床上 故意大声打呼 让公主们都听到 大公主笑着说 哼 想查出我们的秘密 还想娶我们做国王 做梦吧 公主们换下美丽的衣服 把跳破了的鞋子放在床底下 然后上床睡觉 第二天白天 索骏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 第三天的晚上 大公主也端着葡萄酒来找索骏聊天 确认索骏睡着了之后才行动 而索骏也每个晚上都跟踪他们 并发现 公主们每次都要把鞋子跳破了 才愿意回来 第三个晚上 他在弟弟宫殿 拿了一个杯子当证据 第四天白天 国王赵索骏上大殿 公主们站在门后 想听索骏会说些什么 好了 已经过了整整三天三夜 现在该是你回答的时候了 启禀国王 我已经查出原因了 哦 你告诉我 我的十个女儿 她们的鞋子 为什么总是会在夜里破掉呢 她们是在地下一座宫殿里 跟十个王子跳舞 跳到鞋子破掉的 什么 索骏把树枝和杯子拿出来 然后向国王报告 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国王把公主们叫来 让她们当面对职 公主们因为看到证据 就摆在眼前 已经再也无法隐瞒了 于是把一切都招任了 国王把大公主嫁给索骏 并约定国王退休后 由索骏继承王位 结束 哇 公主们竟然有这么大的秘密 小姨 记得每天都要换袜子 不然会被发现 我每天都有换啦 而且我已经买新运动鞋 不会再破一个洞了 好啦 今天的故事比较长 所以差不多该结束咯 记得要按下订阅 这样我们有新故事 就会马上通知你咯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ev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